我们进入到2024年的第一周 你们也看到我的题目 你们来就会看见主 那对于这个题目来去讲 可能我们不陌生 也有所期待 让我们看见主 当我们说看见主的时候 我觉得刚才志兄弟兄分享 他说他原来的时候 对主的认识 就像一个相框里边的父亲 有没有 有 父亲爱我不爱我也爱 但是呢 总觉得少一点什么 总觉得不够那么样的具体 不够那么样的真实 不够那样的 就是和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这就是多少时够 我们信仰当中 就是会经历过这么一段 我们也来照常聚会 照常读经 照常祷告 但是总觉得 这位神 似乎是 爱我 似乎是存在 但是多少时候呢 我又抓不住 我又摸不着 而且呢 我对他的爱 有没有把握 有时候在这个难处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落在聚丧的里面 那有时候这个聚丧 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 灰心 软弱 远离神的一个光景 但是有时候呢 这种聚丧 也会出使我们 转向神 经历神 抓住神 其实 当我们面对了一些环境的时候 你的选择 你的信心是什么 你就 经历什么 你的信心是什么 你就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呢 当我们来看这个题目说 你们来 就会看见神的时候 那弟兄姐妹 我相信 就是你有补厅于牧师的信息 或者说在小族聚会当中 也有交通 新年特会当中的信息 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年的主体是 来吧 怎么样 我们一起这样建造 来吧 什么叫做来吧 这是一个邀请 对不对 你要进来 你要加入 你要投身在其中 才能够这样进入到 一起建造的这个事奉的里边 当我们提到建造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什么是建造呢 那又建造什么呢 那于牧师说 就是在新年特会里面说 三二一的神是伟大的建造者 圣父 圣子 圣灵 是伟大的建造者 那他建造什么呢 就是建造你建造我 保罗说 我们是神手中的什么 工作 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 那个工作也称为杰作 也称为一个宝贵的 他所爱的一个 就是工作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换句话说 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工作 保罗也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 这样 得益处 弟兄姐妹 那个生命的益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 能够借助各样的事 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把我们这个人 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你看保罗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此一家 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他们效法 他儿子的模样 不但如此 又称他们为义 那称为义的 又让他们得荣耀 当我们说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时候 我们一提到这个益处的时候 我们的首先的反应 就是说 我的难处解决了 就像刚才智雄弟兄所分享的 孩子从打游戏 主动把这个游戏机退掉了 这是不是一个益处 是不是一个益处 是一个益处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怎样 得益处 但是这个益处 还远不止你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呢 这个益处就是 你爱神的子义被招 并且你按着神的旨意所拣选 并且你被招被拣选 神还预先定下你 效法他儿子的榜样 那个效法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神要把你招来 神要预定拣选你 把你招来做什么 把你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在去年的时候 我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神所吃的是大福 那个大福是什么呢 就是关乎生命的福 关乎永恒的福 是你靠着自己的努力 是没办法赚取的 是你在恩典当中 凭信心所得的 这个叫做大福 我们弟兄面对了孩子教育的时候 你也可以强制他 逼着他 限制他 不玩游戏 把这个游戏机退掉 因为他现在这个 十二年级这个年龄 父母还是有点权威的 可能再过三年五年 就不见得了 但是至少如果你强压的话 也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若是孩子也好 家长也好 能够经历神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学习依靠神 并且又有依靠神 经历神的 这样一个生命的祝福 这个叫做大福 这个叫做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他说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谁啊 得荣耀 弟兄姐妹 那个益处 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称义 并且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这样 得荣耀 这是神召我们 这是神拣选我们 这是神调动万有 兴起环境 来塑造我们的最终目的 叫我们称义 叫我们得荣耀 这是神建造的工作 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另外呢 当我们谈到建造的时候 与牧师也分享说 我们是造作神儿子的形象 来被建造 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换句话说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建造的榜样 蓝图 是基督 建造 如果你是 做工程的 请问 你在做工程施工的时候 你造着什么样的施工 你一定是造着徒子来施工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说 徒子是这样呢 你说 我不要这样 我非得那样 亚撒姐妹是做建筑设计的 如果你们要是这样去施工的话 那个设计者就会这样 就会跳起脚了 这个叫做伪装建筑 是不是 不在徒子里边 所建造的叫做伪装建筑 那伪装建筑的结果就是这样 就是不算数 就要被拆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当初那些 不照着基督形象样式 所建造的 所积累的 那个叫做伪装建筑 那个伪装建筑 有一天要被拆毁 说圣经里面有假吗 有 保罗怎么说 我们个人的工程 有一天都要这样 要经过什么 火的试炼 金银宝石的工程 就会留下来 草木和解的工程 就会被烧毁 那什么是草木和解的工程呢 就是不照着基督的样式 不照着基督的生命 为蓝图 为榜样 所建造的 这个叫做草木和解的工程 这个词有一天要过去 有一天要被销毁 有一天这些呢 不被算数的 不能存到永恒的 那这样的一个建造 可能在人看来也是一个福 我称它为小福 那在基督里面 那个金银宝石的工程 被称为大福 是能够这样 存到永恒 存到永远的 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说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什么 新造的人 那什么是新造的人 就是神心 就是重新所创造的 是一个在基督里面被更新的 这样的人 他的光景是什么呢 就是救世一过 一切都变为什么 新的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是承接一个新生命 受尽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埋葬一个什么 救生命 换句话说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 我们原来那个救造的人 在基督里边死了 而且要被埋葬 那个新造的人 就是基督的生命 要在我们的里边 怎样 不断地成长 这个叫做建造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被调整 我们被纠正 这个叫做建造 这样的建造 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得益处 目的就是让我们 得到荣耀 目的就是让我们 在基督里边 所建造所得的 不成为草木和解的工程 而成为一个怎样 金银宝石的工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基督 在恩典当中 对我们一切建造的目的 另外呢 我们感恩的是 基督三二一的神 不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施行这样 属灵工程的建造 神还邀请你和我 来参与到这样的 一个建造的里边 不但我们是被建造者 我们也要成为 与神同工 成为一个属灵的建造者 那我们有双重的身份 一方面被神所建造 一方面与神同工 建造神属灵的工程 先是个人的 再是什么呢 团体的 那团体被建造 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 一个灵工 让我们能够成为 神所居住的 那个圣洁荣耀 有爱在其中的一个居所 所以于牧师也说 就是我们的主是活石 我们也像活石 活石什么意思 就是活的石头 能够让主所使用的 我们的那个第三个小族 叫做活石小族 就意味着说 我们每一个人 在神的手中 都是神属灵工程 建造的什么材料 都是神手中的器皿 为主所用的 一方面我们是被建造的 一方面呢 我们又成为 这个团体属灵建造 预备一个神荣耀的居所 预备一个属灵家的 这样的一个谁呢 建造者 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让我们看到 这是新的一念当中 神要带我们往前走的 那我们若是要想 得着基督这个荣美的祝福 我们必须要被建造 没有经过建造的生命 是不能够成为一个 神同在 神居所的 荣耀居所的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团契 团队 包括我们个人的生命 所以呢 我们若想彰显 基督日荣美 得着基督的恩典 就必须接受基督的建造 用积极盼望 喜乐的心态 来看待我们属灵生命 被主所建造 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被建造是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就像志兄弟兄 他说那个被煎熬 是痛苦的 神就磨我们 熬炼我们 但是呢 我们若是用积极盼望 喜乐的心态 来看待我们属灵生命 建造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会乐意地 接受基督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我们也会围坐神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来感谢他 来赞美他 弟兄姐妹 若是你渴慕 神的荣耀 神的恩典 在你的生命生活当中 被彰显 弟兄姐妹 你必须接受基督的建造 那么我们如何 接受基督的建造呢 就是你要跟随主 你跟随主 是你接受神 属灵生命建造的第一步 就像圣经里面说 若有人服侍他 若有人爱他 就必这样 跟随他 他在哪里 我们也要在哪里 多到时刻 我们就把他倒过来了 就说主啊 我在哪里 你就要在哪里 这个叫做本末道志 只若在那种 本末道志的里边的时候 你会常常落在 失望的里边 主啊 我在这里 你在哪里呢 主啊 我这个方面需要你 你怎么不来满足我 耶稣说的是 我在哪里 你要在哪里 不是你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随主是我们被主建造 侍奉主 而且得着基督荣耀生命 祝福的第一步 我们先来看一处圣经 那再帮我翻一下 好 那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三十五节到四十二节 那我就前面那一段 就不读了 那我们看 就是第一段 就是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 那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吸引人跟从的 是神的高雅 换句话说 吸引人 能够跟随 持续的跟随 得胜的跟随 有力的跟随 荣耀的跟随的 是神的高雅 是耶稣基督 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说 圣经里面说 在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 看啊 这是什么 神的高雅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什么 耶稣 那么 约翰 这里讲的约翰 指的是谁 是施洗的约翰 当施洗约翰 出来传道的时候 有很多人跟随施洗约翰 但是施洗约翰 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知道 这个是什么 神的高雅 他就把他的两个门徒 介绍给耶稣 或者说 他就鼓励他两个门徒 不要再跟随他 要去这样 跟随耶稣 所以他就对美诺说 他说 看啊 这是神的高雅 我不吃神的高雅 这个人是神的高雅 那神的高雅 你知道对伊斯利人来讲 一点都不陌生 他们的祖宗 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门口 有那个高雅的血 为印记 他们才得以 就是性命得以保存 换句话说 高雅的血 就成为他们生命 存留的一个记号 一个凭据 今天我们得生命的凭据 也是因着什么 高雅的血 高雅为我们献了挽回去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 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的过犯 背负了我们的咒诅 在另外一处 圣经里面说 他说 看哪 神的高雅 是除去谁 世人罪孽的 就是他是背负 世人罪孽的 他要成为一个 献祭的高雅 为我们死 约翰就这样介绍 耶稣基督 他的两个门徒 这样就跟从了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刚才也说 我们的生命被更新 被祝福 被建造的第一步 你要跟随神的高雅 你要跟随基督 基督在哪里 我们就当在哪里 基督在哪里 我们就应当 跟随他在哪里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为什么我们要跟随基督呢 在圣经当中有多处 耶稣基督的见证 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什么 生命的光 当耶稣对门徒说 他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他就对他们发出一个邀请 你来跟从我 你来跟从我的时候 你就在光中 你就不在黑暗里 这是讲到什么呢 你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耶稣对门徒说 他说你们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这样 得人如什么 如得鱼 这是对他们在 侍奉当中的一个应许 你们跟随我的侍奉 要成为一个 得人如得鱼的一个什么 渔夫 就是我要把周公的果效 这样赐给你 那耶稣同时 也邀请很多的人 来跟随他 那同样也有很多人 这样 离开他 当耶稣 就是出来传道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行无饼二鱼的神迹 当耶稣行无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 有很多人从四面八方 来看耶稣 来听耶稣所讲的 要从耶稣那里得恩典 总之是带着期望 带着渴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 来见耶稣 就像 就是我们来到教会一样 当初我们信耶稣 刚来到教会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希望 有些人希望被安慰 有些人希望被爱 有些人希望被接纳 有些人可能希望疾病被主所医治 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伤心需要被医治 也有不少来到教会是来交朋友的 也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是为了做生意的 也有一些人来教会是为了找对象的 总之是什么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期待和需要 来到教会 这是我们的第一动机 就像当初那些人跟随耶稣吃饼得饱一样 耶稣有没有满足他们 有满足他们 都让他们吃得饱饱的 但是耶稣说 这些你所领受的这个福 都是小福 你今天吃饱了 你还未饿 就像耶稣给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讲的一样 你喝了这个井的水 你还会再渴 但是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 哪一个是大福 那个永远不渴的活水在这大福 对不对 但是那个撒玛利亚所 打水所得的那个福是小福 五饼二鱼是小福 耶稣说 我是什么呢 天上来的生命的粮 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就是耶稣说 你们吃着五个饼 两条鱼 使你们饱足 这是一个小福 但是呢 你们要得着这个天上来的粮 就让你们这样 吃了以后就永远不饿 那个叫做大福 那个天上来的生命的粮是谁呢 他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当众人听到这话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就不能够理解 也不能够接受 就连许多跟随他的门徒 都这样 离开他们了 五千个人 根据一些圣经学者说 这五千个人可能只是 男丁 或者说只是大人 还不算孩子 如果按照比例的话 就按照我们今天的比例的话 你看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 又有多少姐妹 还有多少孩子 可能那就不止五千 可能是一万 也许是两万 也许是更多 那么 这么样的一群人 活在神级的里边 耶稣讲了一篇道 统统都走了 如果说 最 讲到最失败的人 讲到最没有果效的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好歹我今天讲完这边道 那 再怎么样 下个礼拜 还会有五六个 七八个 二十来个吧 但是五千个人 耶稣讲完道的时候 都陆陆续续地 离开了耶稣 耶稣就问 美诺说 你们也要走吗 其中有个美诺说 他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还跟从谁呢 弟兄姐妹 在这里 彼得和众人 不同的是什么呢 我想问大家 彼得有没有吃饼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吃 彼得有没有在这个 耶稣 就是 行神迹当中 成为 就是领受祝福的人 有 那彼得 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想让神来祝福他 有 在最后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当耶稣 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耶稣的两个门徒 还托自己的母亲 来找耶稣说 主啊 你要做王的时候 让我这两个儿子 一个坐在左边 一个这样 坐在右边 台湾大选 刚结束 对不对 你看那个 在大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他们就讨论 谁要坐什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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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他们 都是那么爱老百姓 错了 都是爱那个位置 对不对 难怪有人说 政治是最高明的欺骗 说我要 这个这样这样 拜托 人性当中的一些的恶 就是别人不知道 我们基督徒最明白 是不是 其实 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彼得里边 也有这些东西 但是彼得唯一 和众人不同的 彼得需要这些 也看到这些 也期望得到这些 但是他看到 别人所没有看到的 耶稣那里 不但有五个饼 两条鱼 使他们得饱足 耶稣那里 还有生命之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别人在那里 围坐五个饼 两条鱼 而欢呼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当 耶稣行完 无饼二于神迹的时候 众人要拥戴 耶稣做王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当众人在那里 生气的时候 耶稣你讲了什么话 愤怒的时候 你看到了什么 你若不看到 在基督的里边 有生命之道 弟兄姐妹 你就会成为 那一个狂热的人 你觉得你在发热心 但是 一点都不是 在主的身上 台湾的大选结束了 美国的大选快来了 对不对 快来了 今年 是不是今年 好像是今年 记不记得四年前 四年前 当美国大选的时候 很多的教会 产生分裂 就是那种 你要和我的证件 不一样 那你就是我的敌人 你就是 咱们没办法 在一个小族里边聚会 咱们没办法 在一个教会 咱们没办法 一起来侍奉神 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什么 挑动你的里边 让你的血气 愤怒热情 出来的是什么 是生命之道 还是那个五个饼 两条鱼 求主来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跟随主 要必须被主所吸引 在启示录里边 神的羔羊 站在西安山上 圣经里面说 那里有十四万四千人 就是耶稣基督 用宝血种价所买书出来的 与二十四位 长老与众天使 在那里一起来 敬拜赞美神的时候 形容这些人 有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就是羔羊 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是这样 都跟随 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 这是一个 不糊涂的基督徒的 一个特点 就是羔羊 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 糊涂的基督徒 是什么呢 今天跟随主 明天跟随人 后天是怎样 你要来跟从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做 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谈到跟随的时候 圣经里面讲 就是 羔羊 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 那个跟随 是一个进行式的跟随 就是他正在跟随 持续地跟随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被主 所建造的过程 就是一个跟随主的 一个过程 那也同时也提醒我们 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也好 若是教会的 诗歌吸引你 弟兄姐妹的爱心 吸引你 信息吸引你 波饼吸引你 这个属灵的气味 吸引你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你不能停留在 这个里面 你要透过这些 说这里不但有这些 还有基督 我看见了基督 我跟随了基督 如果还有这些 这个叫做恩上加恩 这个叫做恩上加恩 当我们一个教会 或者一个团体 一个人的生命 若不是以羔羊 神的羔羊 为那种吸引我们的 我们所要跟随的 是我们要抓住的 弟兄姐妹 你会怎样 失去那个属灵的力量 我不知道我这话 该不该讲 那很多就是一些 神的仆人就讲说 美国的教会 其实在走那一种 下坡路 在走那种衰退的 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他们就说 其中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讲台上 这个 讲台上的 就是信息 或者是讲台 是围着基督荣耀的 见证而设立的 换句话说 你站在台上 无论是你做见证也好 无论是唱诗也好 无论是分享心情也好 你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把基督高举起来 把基督给见证出来 他说 美国现在 很多的一些教会 讲到的方式 是什么呢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读一段圣经 讲一段笑话 平一段时事 让人听得舒服 让讲的人也很满意 结大欢喜 你也高兴 我也高兴 那这个聚会就满足了 但是呢 却不再追求基督 不再见证基督 不再激励人爱基督 不再高举基督 聚会很热闹 却没有神的同在 当没有神同在的时候 也就不会有 属灵的权柄 和属灵的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说 我参加这个聚会 很感动啊 我告诉你 你参加演唱会 也很感动 以前的时候 我在武汉读书的时候 就是那个刘德华 这是98年的时候 那时候刘德华 多红火 四大天王 到湖北去开演唱会 那结果就是 演唱会之前的时候 又要见革谜 结果刘德华 喝了一个矿泉水的 就是喝的矿泉水 喝了一半 哇 那革谜在后面 欢呼啊 什么花在我爱你啊 那嫉妒的不得了 那有哭的 有笑的 有流泪的 这个时候刘德华 喝了那个一半的 矿泉水瓶子 就把这个扔到 那个观众席 就是扔到下面 其中有一条女孩 哇 就像抢到了 那个买草票 中奖一样 你知道吗 就拿到那个矿泉水瓶子 就轻微那个矿泉水瓶子 为什么呢 刘德华喝了喝过了 刘德华摸过了 这个时候就被武汉 那个楚天报的记者 那个摄影记者 就抓拍到了 第二天头版 我不知道那个 那个女孩 在第二天 看到那个报纸 都是有何感想 也许她觉得很荣耀 你看我 多么好的一个追星组 你说她感动不感动 感动 感动得不得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来到教会当中 你就希望 张牧师 你给我讲一段时事 帮我分析一下 美国的大选 帮我分析一下 台湾的大选 最近什么样的新闻时事 你的观点是什么 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不起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失望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千万千千万千 要记得 吸引我们的是神的羔羊 我们所侍奉的 也是神的羔羊 我们来看两处圣经 在永安福音的第三章 第十四节 和永安福音的第十二章 三十二节 来我们来一起来读 人子也比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都得永生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吸引外人来归向我 弟兄姐妹 要记得我们 就是所高举 所侍奉 所见证的 是基督 还是基督 还是基督 永远是基督 所以呢 就是让我们看到 约翰在这个时候 就把这两个门徒 就介绍给基督说 这个是神的羔羊 你跟随他 才是正确的 这是每一个穿福音 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每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侍奉主的榜样 有一句话形容 世袭约翰说 他说 他比信旺 我呢 必衰微 我们侍奉主的人 我们应该把他倒过来说 我若衰微 基督就这样 就会信旺 第二点 我们来看 与主同住 才能认识主更深 我们从三十八节 我们来看 三十八节 三十九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拉比在哪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 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月有深圳了 弟兄姐妹 当他们两个 跟随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弟兄姐妹 基督2024年 今天是我们在 三国分当第一次的现场聚会 我想问你 若是耶稣问你 你想要什么 你会给主开出一个 什么样的你想要的清单 在你的清单里边 都会有什么 主啊 我需要一份工作 这是对妹工作的 有工作的 主啊 我工作能够让老板加薪 最好是20%起跳 我们可能会列一个 很长的清单 我的家庭 我的身体 我各方面的需要 我们可能就会告诉主 我要这些 这些 可不可以给主讲 可以 但是我觉得 还有更好的 就是这两个门徒说 主啊 你在哪里住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对话有一点 很有意思 他说你要什么 主啊 你在哪里住 似乎是有一点 就是搭飞所问 但是这两个门徒 却是选择是什么呢 不是眼前的说 主啊 我需要一份工作 我需要吃饱 我需要身体健康 我需要家庭和睦 我需要 这样 一帆风顺 在这里他说 主啊 你在哪里住 他要选择 进一步的 来认识主 他要选择 进一步的 来和主相交 你知道在哪里住 就是说 我觉得 对于我们 这个 华人来讲 或者中国人来讲的话 其实是 不陌生的 往往我们会 邀请朋友 说来我们家里面 对吧 就是 来家里面吃饭 来家里面做客 来家里面聚一聚 这是我们 就是 对于 我们的文化来讲的话 是 不陌生的 但是你 你如果 在香港 待过 或者说你有一些 接触一些香港的朋友 其实一般情况下 你 很少被别人邀请 你来家里来 就是你来我们家里来吃饭吧 或者说 你来我们家里坐一坐 几乎很少 我在香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 但是能够 到家里面去坐一坐的 或者去吃饭的 那吃很少 原因是什么 他告诉我说 他说我们家很小 请你吃饭 那就在餐馆吃 因为我们家很小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 我和武汉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在武汉买了一个房子 不是在武汉 在深圳 很小 那他的同学 就是他山东那边的同学 去我们家 他就说 特区特区 是特别贫困地区 他说你们家的客厅 还没有我们家的厨房大呢 你就知道 他们家的房子很大 但是呢 就是 我香港的朋友去我们家 一去 这区呢 就你们两个 怎么住这么大的房子 我说 我说我们家的房子大吗 因为才50个平方 这根本不大嘛 他说50个平方 已经很大了 我们家也就是50个平方 我们住五口人 我想那好吧 我才知道 香港的住房 和我们在深圳的住房 不一样 就是说 让邀请别人来家里来住 来家里边来看 其实对于香港的弟兄姐妹来讲 是不容易的 你要知道 圣经里面说 耶稣说 天上的飞鸟是什么呀 有窝 地上的虎离是什么呀 有洞 然而人子却没有什么 枕头的地方 我不知道那天 耶稣住在哪里 我们也知道 耶稣从小的时候 约瑟就 他的父亲就过世 家里边也是贫穷的 在那个时候 他就让别人来看 让别人来住 圣经里面形容说 那一天 门头便与他同住 弟兄姐妹 与主同住 你才能够认识主这样 更深 这个时候 门头没有给主开一个清单 他开的是主 我要更多地认识你 我要更深地认识你 我要和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 他所选择的 是不是一个上好的选择 是不是一个上好的选择 是一个上好的选择 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工作当中 身体当中 婚姻当中 或者是环境当中 遇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向主来祷告 主啊 你帮助我 来个胜过这个难处 在难处当中 给我开道路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好不好 我们再把我们的眼光 再把我们盼望提高一点 说主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但你要解决 我眼前的难处 也让我在这个难处当中 我的生命能够被更新 我的生命能够被建造 我的生命能够被提升 以至于下一次 我在遇到这样的难处的时候 我就能够这样 靠你的恩典 不那么沮丧 不那么不安 以至于这样呢 能够得胜地往前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大福 这个叫做选择呢 上好的福分 所以呢 这个时候门徒这样 便与他同住 耶稣就说 他说你们来看 那在其他的版本 一些原文的翻译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你们来就会看见主 耶稣说你们来看 意思是说 你们来就会看见主 在那个时候 弟兄姐妹 当施洗约翰 介朝两个门徒说 说 看啊 这是什么 神的羔羊 换句话这是弥赛亚 这是基督 但是门徒怎样去称呼耶稣 他是怎么称呼 当耶稣说 那个 就是 你们要什么 他怎么说 拉比 你在哪里住 拉比是什么意思 老师的意思 在这个时候 虽然约翰见证说 这个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 这个就是你们所盼望的弥赛亚 这个就是基督 就是受高者 但是门徒 对主的认识是什么呢 知识老师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 在基督的里边 要成为活的 要成为你的生活 刚才我们弟兄也分享 基督不是挂在墙上的一个照片 也不是牧师口里边的基督 而是你生活当中 可以经历的基督 当你的生活 生命侍奉当中 可以经历基督的时候 或者成为你所经历的基督的时候 基督才在你的生命当中是活的 否则的话 基督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宗教信仰 就是一套完整的神学架构 或者说一个基督教的教义 若是你领受的只是这些 弟兄姐妹 我只能说 你的属灵生命不会有利的 因为这些都是死的 唯有基督是活的 不但如此 就连圣经也是如此 圣经里面怎么说 字句让人死 经意这样让人活 求主来帮助我们 就是当我们与主同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认识主更深 当我们认识主更深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的里边 就是真的可以做见证说 就像约翰他们所做见证说 我所信的神是我亲眼看见的 是我亲手摸过的 是我经历过的 就像约伯一样 他说过去的时候 我说风文有神 现在我这样 亲眼看见神 那个亲眼看见神就是什么 我经历过神 那这是我们与主同住 并且在基督的里边 就是所要追随的 当盖恩夫人在难处当冲的时候 她去寻求别人的帮助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属灵的长者 就对她说 她说你是在外边 寻求住在你里边的主 你找不到 你应该回到你的里边 找住在你里边的主 这个叫做 把基督当基督 这个叫做在生活当中 来跟随主 来侍奉主 那有时间的关系 我要快一点 来我们下面看两处圣经 第一处就是 四篇的七十三篇 说 但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益的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诉说他一切的作为 在二十七篇说 有一件事 我曾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扬他的如美 在他的殿里怎样 求问 弟兄姐妹 在基督里 或者住在基督里 或者在他的同在里 我们所寻求的 不是一个地方 也不是一个团体 而是找一个属灵的家 在这个家里 让我们能够成为神 手中的活食 能够被神所建造 以至于我们成为神 可以居住的 安息之所的时候 弟兄姐妹 你就进入到基督的同在里 你就进入到这样 基督的 这个安息的里边 第三点 从听见证跟随主 到做见证 领人见诸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听见约翰的话 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于是领他出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 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在这个时候 这个安德烈 就是彼得的兄弟 还有这样 就是另外一个门徒 叫约翰 他们这样呢 就去找自己的兄弟 向自己的兄弟 做见证说 我们这样 遇见什么 弥赛亚了 从原来的夫子 他对耶稣的认识 是一个老师 是一个拉比 拉比 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 是什么呢 就是教导律法的人 在圣殿里面 教导律法的人 就要称为拉比 但是呢 透过在与主同住 透过更深的认识主 他就向 他的哥哥做见证说 我遇见了什么 弥赛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这个拉比 能够成为他生命 当中的弥赛亚的时候 这是生命的一个更新 这是生命建造 所带来的一个体验 和见证 今天 你向别人 怎么来做见证呢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 传福音 讲天文 讲地理 讲很大的一圈 讲的是 那个 就是 口墨 横飞 就是不讲基督 有时候我看到 这样的人 做见证 我真的很着急 就是 你 你讲 很多的一些东西 或者辩论一些东西 但是就不讲基督 就不讲基督 使而复活 到最后的时候 别人 也许说 你讲的有道理 但是他就是 看不见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记得 你讲天文也好 讲地理也好 讲自然法则也好 讲什么样的哲学也好 你的目的都是要 把人引向基督 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 那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 得力的地方 所以保罗被拣选的时候 保罗怎么做见证 就是当亚南尼亚 来去为他祷告的时候 他在大玛撒路上 他说我遇见了 就是主 眼睛 遇到大光的时候 眼睛就看不见 当那个亚南尼亚 来服侍他的时候 亚南尼亚就对他说 他说我们祖宗的神 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那意志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 所看见 所听见的 对多万人 为他做见证 弟兄姐妹 你要把你所听见 你所看见的 你所经历的 对着万人 来做见证 这个词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 我们听见见证 来跟随主 到能够成为为主 做见证 灵人归主的人 就像安德烈和约翰一样 实际约翰告诉他 这是神的羔羊 但是那个时候 他对主的认识 只是福祉 当他与主 更多的认识的时候 他知道 这是弥赛亚 这是基督 这是出去 世灵罪孽的 他就回去这样 就邀请他的哥哥 邀请他的家人 对他的家人 做家人说 我遇见弥赛亚了 我遇见基督了 我遇见神了 弟兄姐妹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 为主做见证 弟兄姐妹 圣灵来 就是为主 这个见证而来 所以在 《使徒宣传》第一章 第八节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须这样 得到什么 能力 得到那个能力 只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体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能够做我的见证 原文的意思 就是你要在这些地方 成为见证 有些人问我说 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就像安德烈一样 我遇见弥赛亚了 我看见弥赛亚了 我的主是因为 又真又活的主 是可信可靠的主 我经历过 所以我向你见证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 面对着新的一年的时候 当主要求我们说 你来 或者说你要什么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只停留在 小的福分上 我们要停留在 在一个大福上 主要我要 要什么 我要你 我看什么 我看你 这是我最最期待的 这也是圣经里面说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你所需的东西 他这样都嫁给你了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成为蒙恩的人 成为得救的人 是因着别人做见证 把福音带给我们 还有很多的人 等待着我们 把荣耀的福音和见证 来告诉他们 好不好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弟兄姐妹 当你觉得 耶稣是你 生命当中最美的祝福 当你觉得 你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是你一生最美的祝福的时候 你就会得力 你就会成为 基督荣耀的见证人 就会成为 谢谢大家